目前阿祖地区已经有10个国家发现贵州地质的役政 为了家庭市地上官役者对役政的食材以及放役关联 关乎对了在透口 自尊和白鸟都会 基本三兆三兆都干涉 并国外消毒业势 这礼拜将会参加工作 让市地后提到去用 放役所也提前役者 如果市地有跟平常是不一样的希望进行 一定要马上通报工作 这才是逢役所 以免造成役政的发生 大家在这里回来 认真听董地部逢检求另外的说明 因为贵州地质的役政 在阿祖地区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现在第10个国家 第10个国家是东地文 它是在南太迷派的小岛 导播 这几笔节在不论在非洲或欧洲其他都已经流传非常久了 那也要从去年中国大陆开始一直漫延 所以它现在整个一个就是趋势还是蛮严峻的 为贵州至欧洲以及阿祖地区 都有贵州地质的发生 虽然台湾的工业工作做得不错 没让疫情出现 但是工业的关联 为中央到地方 尤其是永迪入这一定都会有 因为外国很多人都到贵州地区 都没得到 像我们台湾如果没得到 其实稳定的话 台湾的住家一定会非常好 养猪一家也贪到钱了 希望我们自己的防疫的这个本身的资讯 尝试知识 各方面跟专业 我们都能够一并提升 所以我们跟我们所有的养猪业者 我们今天开始连续要办理三场的这样的座谈会 除了不能用资议来治疗 为了加工业 管府也要在国民 请在农与上管理院配合实施 县长也动用了二倍金 他最主要就是给全县所有的养猪农户 可以在最快的时间 预计是这个礼拜内 我们相关的消毒药剂会到公所 场内如果有猪资异常的死亡 请立即通报你的契约受益师 或是公所或是防疫所 我们会立即派员去了解 你的猪资死亡就是油化制车赶快载走 不要去乱丢 犯业不止是政府的工作 地龙和一般的营养 也都要配合尽情的做应该做的事情 让佣地三业可以平安发展 也让我们继续吃 最健康美美的肉肉饭和白骨饭 记者 林林 蔡英文报道